真愛 真愛是什麼 有一種人 他們不相信有真愛存在 即使有那麼微秒奇跡式的機率 他們也只願被動等候 最佳代表人物 是我們學生會主席 呂無雙 一個深信真愛不存在的奇女子 在去年的聯歡會 用自己僅存的最後一絲希望 去會見網友 沒想到 從此卻更封閉了 人呢? 不是約好要拿可愛多當信物的嗎? 怎麼還不出現呢? 不會是全校第一才子林黛玉吧? 我們的會長今天造型很突破 沒什麼吧? 不是她 看她樣子 都快把可愛多吃完了 還不是因為這活動是我主辦的 不然我才不想穿成這樣 難道是 籃球隊隊長 帥意強 再這樣下去 我一定會心臟病病發 無雙 好 你穿那麼露 要去開氣管手術啊 你腦袋空已經很可憐了 更慘的是還進水 不懂流行就給我閉嘴 吃炸藥啊 我是有正經事要做的好不好 我一整場 都在尋找我愛慕已久的網友 我們約好要用可愛多當信物 可是半個人都沒看到 可 可愛多 沒看到 你自己再找找吧 我可忙得很 希希 你為什麼會 你幹嘛不敢承認啊 長得像男人婆我也沒嫌你啊 嫌我? 我才覺得你長得真不敢恭維咧 帥到都脫網速 成績也不怎麼樣吧 看看你的排名 就知道你們班上有多少人 我 我再重也要談 談到世界充滿愛 就是說你活著 對世界充滿貢獻是吧 照照鏡子吧 你活著弄髒空氣 死了玷污土地 半死不活還要浪費人民幣 打事情罵是愛 以後你就不要拜託我 把你的名字放到我家戶口部上 你做夢 再說我就讓你 哭得很有節奏 所以你跟吳霜從去年連環會到現在都沒見面了 嗯 有點可惜啊 我本來覺得呂無雙也挺適合你的 他就是有一種霸氣 喜歡撐口車之快 私底下呢 其實是個心地很善良又很正直的男人婆 其實我們以前還蠻聊得來的 就把他當兄弟嘛 可是經過那個事件之後 雖然他對我極度殘忍 我就開始覺得他像是一個受傷的女孩子 哦 動心了 啊 戀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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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在微博上寫很多信息他都沒回耶 可能還在受傷吧 他在網路上化名成CC跟我交流的時候 也是一片真情 嗯 表面上說不在乎也不相信真愛 內心畢竟還是在期待吧 不如你這次就下點猛藥 寫得明白露骨些 好 就怎麼辦 飛哥傳輸 飛哥傳輸 這明明已經講過了嗎 你煩不煩哪 飛哥傳輸 這明明是一隻雞 丟臉死了 親愛的呂大俠女您好 這半年來 我透過數百封微博消息和您聯絡 卻都失敗 只好以此封書信與您溝通 切勿在夜半時分觀看 怕感動太飆升 會叫不到救火車 不要緊 去著吧 Gustavo 嘶嘶 這樣叫你會不會比較熟悉 我很懷念那個 在網絡世界關心我的 Där potencial 想說叫說 而是只要我在线 你却始终隐身 虽然我知道 我帅得并不具体 但我却始终对生活充满自信 我一直相信我是那种 把内裤穿在里面 比较低调的超人 总有一天是要拯救世界的 你对我的打击 其实对我没有造成伤害 而我知道 受伤的反而会是你 你告诉过我 这个世界上 哈利波特和真爱都是不存在的东西 那都是为了满足世人的幻想 而编织出来的 我好不容易鼓励你打开心房 相信一次就好 没想到 那一次就让你失望了 生 容易 活 容易 生活不容易 没有你的日子更是不容易 可否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下午三点 在广场大树下等你 这次你知道我是谁 不会再吓到你了 请相信 会有一个男人 是为了受你的折磨而来到世上的 那就是我 阿良 你 你是笨蛋吗 我们那么久的 你来了 那你也是笨蛋啊 你居然相信我还在 你说过 哈利波特跟真爱都不存在 但是现在同时出现了 你相信真爱吗 如果你觉得等待真爱 就像等待奇迹 那么 请相信会有奇迹 真爱不需要哈利波特的魔法 给自己一次机会就好 不要怀疑 内心备受感动的这一刻 爱吧 拱得很有节奏 所以你跟吴霜从去年的演唱会到现在都没见面了 有点可惜啊 我本来觉得吕无双也挺适合你的 他就是有一种霸气 喜欢撑口车之快 私底下呢 其实是个心地很善良 又很正直的男人婆 其实我们以前还蛮聊得来的 就把他当兄弟嘛 可是经过那个事件之后 虽然他对我极度残忍 我就开始觉得他像是一个受伤的女孩子 哦 动心了 啊 恋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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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在微博上写很多信息他都没回耶 可能还在受伤吧 他在网络上化名成CC跟我交流的时候 也是一片真情 表面上说不在乎也不相信真爱 内心毕竟还是在期待吧 不如你这次就下点猛药 写得明白露骨些 好 就怎么办 这样下去 我一定会心脏病病发 不如说 哇 你穿那么漏 要去开气管手术啊 你脑袋空已经很可怜了 更惨的是还进水 不懂流行就给我闭嘴 吃炸药啊 我是有震惊事要做的好不好 我一整场都在寻找我爱慕已久的网友 我们约好要用可爱多当信物 可是半个人都没看到 可 可爱多 没看到 你自己再找找吧 我可忙得很 CC 你为什么会有 你干嘛不敢承认啊 长得像男人婆我也没嫌你啊 嫌我 我才觉得你长得真不敢恭维嘞 摔到都脱网素 成绩也不怎么样吧 看看你的排名 就知道你班上有多少人 我 我 在中也要谈 谈到世界充满爱 就是说你活着 对世界充满贡献是吧 照照镜子吧 你活着弄脏空气 死了玷污土地 你半死不活还要浪费人民币 打事情妈是爱 以后你就不要拜托我 把你的名字放到我家户口屋上 你做梦 再说我就让你 飞鸽传书 你这已经讲过了吗 你烦不烦哪 飞鸽传书 这明明是一只鸡 对 丢脸死了 亲爱的吕大侠女您好 这半年来 我透过数百封微博消息和您联络 却都失败 只好以此封书信与您沟通 切勿在夜半时分观看 怕感动太飙升 会叫不到救护车 不 aument 细细 这样叫你会不会比较熟悉 我很怀念那个 在网络世界关心我的细细 知道吗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而是只要我再现 你却始终隐身 虽然我知道我帅得并不具体 但我却始终对生活充满自信 我一直相信我是那种 把内裤穿在里面 比较低调的超人 总有一天是要拯救世界的 你对我的打击 其实对我没有造成伤害 而我知道 受伤的反而会是你 你告诉过我 这个世界上 哈利波特和真爱 都是不存在的东西 那都是为了满足世人的幻想 而编织出来的 我好不容易鼓励你打开心房 相信一次就好 没想到 那一次就让你失望了 生 容易 活 容易 生活不容易 没有你的日子更是不容易 可否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下午三点 在广场大树下等你 这次你知道我是谁 不会再吓到你了 请相信 会有一个男人 是为了受你的折磨而来到世上的 那就是我 阿良 真爱是什么 有一种人 他们不相信有真爱存在 即使有那么微秒奇迹式的几率 他们也只愿被动等候 最佳代表人物 最佳代表人物 是我们学生会主席 绿无双 一个深信真爱不存在的奇女子 在去年的联欢会 用自己仅存的最后一丝希望 就会见网友 没想到 从此却跟封闭了 人呢 不是约好要拿可爱多当信物的吗 怎么还不出现呢 不会是全校第一才子 林黛玉吧 我们的会长今天造型很突破 没什么吧 不是他 看他样子都快把可爱多吃完了 还不是因为这活动是我主办的 不然我才不想穿成这样 难道是篮球队队长率异强 在